我们再讲 李文中的收押金件裁定书 真的非常耐人学位 每一个字都自制足迹 第一个就是刚刚讲的 你违背了第四条 台湖最后的第四条 第一项 第五块 代表你确定收钱了 不管你是要求 不管你是契约 不管是当面收受 总之有一笔钱你被逮到 否则你根本不可能用这一款 另外一个就是 他说为什么要你收押金件 他说你现在还有潜在的共犯 跟证人还没到爱 你到已经有20个被告了 你已经有20被告 你已经约然这么多人了 你看他的行程秘术 都把他找来了 现在还有还没浮现的证人 跟潜在被告 还有今天大家也查了说 今天威京集团 跟台北市政府之间 只要有大事情发生 就有金钱往来 有金钱往来 金华城就有进展 是 没错 李文中被收押这一件事情 其实让大家压抑的是什么 本来大家都以为 他是办木可案 办政治现金案 结果没有想到 他在金华城案 居然被收押了 他在金华城有角色 让大家压抑 他之前是台北市政府市长是顾问 后来变成捷运公司的董事长 跟金华城案有什么关系 他又不管荣基 由于有一个可能 他就是帮忙收钱了 那刚好又有一个送钱的人 都雅虎也一起被收押了 所以代表 这个民众党一直讲的说 没有金流这件事情 显然就被打脸了 有钱 所以才会用 所谓的第四条 第一项第五款的方式来收押的 而且他是违背职务 来收费的部分 在办金华城案的时候 大家是不是很好奇 林周明三度被检察官约谈 对耶 这个林周明代表的是什么案子 除了金华城这个案子 最重要的案子就是大巨蛋 而他在大巨蛋里面 多次指控李文中 以这个所谓的市长市顾问 去威胁文官 要求他放水大巨蛋 所以 李文中跟大巨蛋有关 是不是 有其他的案外案 正在进行当中 我觉得也不能完全地排除 柯文哲所有跟官商的关系 他掌握的是最清楚 很多柯文哲要去见哪一个老板 其实带的都是李文中 李文中都清楚 所以李文中现在被列为被告这件事情 我觉得柯文哲真的刹跌蛋 所以柯文哲所有的政商关系的建构 他的窗口都是李文中 都是李文中啊 你知道为了 之前有一个商人 曾经想买过大巨蛋 你知道李文中带着柯文哲 在过年期间大年初三去他家 而且那个过年整个春节 整个春节放假 去了三次 全部都是李文中安排柯文哲去的 这件事情还在媒体 还在周刊上面报道出来 我咨询柯文哲的时候 柯文哲直接说我忘记了 我完全没有 重视还可以忘记 是 可是李文中那时候 是市长是顾问哦 他就带着他去了 所以李文中到底在 现在被羁押 是为了金华城案 还有其他案 还是其他案 不知道 不过我要讲的是说 民众党切割李文中 真的不是一件聪明的事情 你知道李文中在政治现金案 不太大人出来你知道 黄珊珊骂的是谁 骂的是端木正 他怎么样都不敢骂李文中 为什么 因为他知道李文中 是知道最多的人 如果切割了李文中 如果让李文中 反目成仇的时候 我告诉你 那真的是血流成河啊